川普、黎嘉誠,他們眼中的未來100年 去年底,伏筆市雜誌,在其百年特刊上, 推出了《百味全球最偉大商業思想家榜單》 他們邀請一些創造了巨大財富, 且頗有間諜的商界領袖,對下個百年進行展望 就實業企業家而言,伏筆市, 選擇了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 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 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 富士康創始人,郭台銘, 美國總統,川普,漲和吉昌石董事長, 李嘉誠等巨頭,進入該榜單 Hey guys! This is my tea! 對於過去百年的歷史善變, 和未來百年的展望, 他們是這麼說的 比爾蓋茨, Bill Gates,那是1975年年初的時候, 當時我還在上大學, 朋友艾倫,Paul Allen, 給我拿來一期大眾電子雜誌 報導的是LK8800, 史上第一款在商業上, 獲得成功的個人電腦 當時,我們兩人頭腦中, 同時冒出了一個一模一樣的念頭 數字革命就要發生, 而我們就要被拋棄了 我們都堅信,軟體將改變世界, 我們害怕的是, 如果我們不能儘早加入 數字革命的洪流, 後者就會很快把我們甩在身後 這次談話標誌住, 我大學生涯的結束, 以及微軟的開端 未來的一百年間, 還將有更多類似這樣的機會, 出現在我們面前 當下,一個人如果有了偉大的理念, 就可以立即與全世界分享 這是前所未有的容易, 因此, 創新的速度在不斷提升 有更多的領域, 等待著我們去開拓 我們藉助人工智慧, 來提升生產率和創造力 而這一進程, 還只是剛剛開啟 生物科學則充滿著希望, 將讓我們變得更加長壽 同時也可以更加健康地去生活 清潔能源領域取得的巨大進步, 降低了成本, 讓其可以應用到更多的地方 比如消滅貧困, 以及幫助避免氣候變化的最可怕後果 所有這些進步的巨大潛力, 令人興奮不已 他們將挽救數百萬人的生命, 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但是,潛力的兌現也是有前提的 我們人類必須願意為了那些, 看似瘋狂的理念而不懈努力 必須認識到, 儘管並非所有努力都會成功, 但只要取得一個突破, 就足以改變世界 未來的一百年間, 人們必須堅信創新的力量, 願意為那些革命性的理念,去承擔風險 傑夫·貝佐斯, Jeff Bezos,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重大的變革 由於透明度的提升和口碑, 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消費者獲得了, 難以置信的發言權 在過去, 如果你能讓一位顧客開心, 他只能告訴五個朋友 現在, 有了互聯網這個巨大的擴音器 不管人們是在線下, 還是線上購買的商品 他們都可以將體驗, 傳達給五千個朋友 在過去, 哪怕是劣質產品, 靠住高超的營銷手段, 也依然可能在市場上,大型歧視 現在, 因為透明度如此之高, 消費者已經可以自行判斷, 商品和服務的優劣 他們可以很輕鬆地將, 某種商品和服務,拿來比較, 並告訴朋友們,自己的發現 營銷的職能,很大一部分, 已經被消費者自己接過去了 劣質商品靠住大肆宣傳, 就能暢銷的日子, 一去不復返了 對消費者而言, 這當然是好事, 對於順應潮流的企業, 和整個社會, 其實也是一樣 馬克扎克伯格 其實, 我最初從來沒有想過, 要建立一家公司 我做這一切, 就是為了要將人們連接起來, 讓我們的關係變得更緊密 Facebook建立一兩年後, 就有一些大企業想要收購我們了 夥伴們幾乎每個人, 都想要賣掉公司, 唯獨我反對 我就是想要看看我們, 是否還能夠將更多人連接起來 我們的公司因此發生了分裂, 大家的關係受到了損害 在大約一年左右的時間裡, 管理層裡的每一個人, 都離開了 這是我領導Facebook的歷程中, 最艱難的一段日子 我對於我們所做的事情, 懷抱住堅定的信念, 但我確實感到孤獨 更糟糕的是, 我認識到, 這確實是我的錯 這件事讓我明白, 僅僅為自己設定了目標, 還是不夠的, 你還必須讓其他人, 也有一樣的目標感 我過去從未向大家解釋過, 我希望建設的,到底是什麼? 有了這種目標感, 我們才會有真正充分的動機, 讓生命超越生存, 或者賺錢的層面 有了這種目標感, 就可以將其他志同道合的人, 吸引到一起 在我們這裡, 大家開發產品, 是因為大家想要做有意義的事情 想要在人們, 如何使用Facebook的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要繼續前進, 當然首先需要公司獲得成功 但是這一切背後最根本的動機, 是要推動這世界, 進行一場積極的社會變革 我想,大多數優秀的企業, 也都是如此吧 要建立一家Facebook這樣的公司, 支撐和管理一個這樣的群體, 沒有一點鼓舞力是不行的 我們的領導團隊當中很多人, 都長於此道 我們作為一家公司,只有一個宗旨, 就是要讓儘可能多的人, 享受到我們的服務 這樣, 我們就可以讓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都得到發聲的機會 人們經常向我徵求創業的建議, 我總是回答他們說 你的目標, 千萬不能只是建立一家公司 你應該專注於, 自己可能帶來的變化, 找到與你志同道合的人 最終, 你們或許就有機會做成一些, 能夠幫助其他人創建和達成目標 同時也能夠對這個世界, 產生積極影響的事情 唐納德川普 我在一生之中, 獲得的最佳商業經驗 就是永不放棄, 這也正是我此刻, 要傳達給美國所有年輕人的信息 哪怕是在最艱難的處境當中, 也必須堅信自己, 堅信自己有能力 也有決心為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企業, 和自己的國家, 去奪取勝利 只是,你必須享受戰鬥的過程, 你必須享受每天的工作 樂於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 相信的人,挺身而出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些, 能夠堅持不懈 那麼一路上的每一次勝利, 都將為下一次勝利, 下一個機會, 下一個突破打下基礎 你讓自己充滿動力,堅定前進而不後退 永遠不讓別人來決定你的上限, 你就能夠不斷接近 並達成自己的, 一個又一個目標。 美國是一片夢想之地, 如果我們, 全身心地去追逐這些夢想 我們的國家, 就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加偉大 郭台銘 在投身職場的第一個20年裡, 我努力工作賺錢 這是非常必要的一步, 因為要是不這樣, 我就會失去, 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現實的可能性 在第二個20年裡, 我為自己的理想工作 在理想指引下, 我過注目的明確的生活, 培養了良好的敬業精神 也獲得了, 可以直面任何挑戰的自信心 在下一個的20年時間裡, 我將為那些 能夠喚起我激情的東西去工作 我最大的興趣所在, 也是最優先考慮的 就是利用我所獲取的人生經驗, 來幫助下一代成長 使他們能夠為建設一個 更美好的世界, 做出自己的貢獻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 最富有的專業人士們, 正是那些, 能夠在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當中 完美落實這三個階段的人 李嘉誠, 來Carshing, 我在製造業中獲取的經驗就是 現金流, 是一家公司的命脈, 也是公司未來最有力的保障 1999年至2000年間, 所有人, 都認定歐洲三聚發展, 是一座金礦 我卻覺得, 這言過其實 在頻段拍賣當中, 我指示我們的團隊, 一切從現金流預期出發 提前做好功課, 以高度審慎的態度, 進行通盤考量 我當時清楚地知道, 大家都覺得我過於保守, 一些人, 甚至對我的指示, 提出了質疑 然而,時間會證明一切, 我們的電信生意, 今天依然保持著競爭力 而當時在拍賣中, 勝出的那些公司, 卻陷入了麻煩 簽一張支票,拿100美元去投資, 總是很容易, 而要拿這些錢去回饋股東, 卻是個艱難得多的決定 因此,我總是堅信, 必須預先做到謹慎考慮 謹慎,再加上靈活性、創造力和創新, 就可以讓你, 在充滿變數的時代,獲得競爭優勢 Hey Guys, 由於本文太長, 若你還想知道其他, 世界最知名的成功人士, 對未來世界的看法 就請記得分享出去以及加入收藏並按一個讚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